贴出打马赛克的证件 因为这颗不是什么都更推动人员 台北市议员呼吁要小心 很有可能是都更蟑螂 看看这张社区宣导说明会的通知 底下还有双北市政府都更处的联络方式 和法令咨询专线 但真的当心上当 北市所有的都更说明会都要与都更处申请 要记得 而且只有15个人连署之后就可以申请说明会 那都更处他们会派员亲自去跟大家说明都更的任何的程序 耿卫发文指出新北市也在推动为老都更 允许民间单位自行合法所谓的都更推动师 但水准跟职业道德层次不齐又捞过界到台北市 假借北市更新处名义举办说明会 让居民误以为是市府委托办理 那针对这个不明人是他的这些今天的这些举动 其实我们也已经通报给新北市政府 希望新北市政府依照他推动师的这个作为要点的相关规定 立即再做一些处置 台北市长蒋外安上周宣布都更武建性政策 降低申请门槛 都更推动师出动 若民众真的被话术游说签下同意书怎么办 除非他送到政府部门或者是他同意书签签施约的情况之下 才有对这样的民众有拘束力 那如果单纯只是签同意书的情况之下 那他还不会有相关的这些权力义务的构成 签下去钱要多小心不要被都更的害群芝麻牵着鼻子走 TVBS新闻董事局刘婷婷才不懂